等一下 这期视频仅仅是一个娱乐视频 一个搞笑视频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看得太认真 上期视频还有人说 你都嘲讽谁呢 你嘲讽谁呢 你们老你们不要再这样说了 真的只是一个搞笑视频 我只是觉得以前美食系统 现在美食系统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比 这样拍起来肯定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也不是纯住美食视频 真的有人按照我的视频学我做菜吗 没有 我知道我心里清楚 所以我的视频基本上是美食里面带点娱乐成分 所以真的大家千万不要那么认真好吗 谢谢你们 这个视频我还蛮想给大家拍成一个系列 因为上期的我感觉数据好像也还行 但是如果这一期我再试一期 如果大家爱看的话可以点赞支持 但如果大家不爱看的话 可能我也就不拍了 我就再想其他内容了 以前的美食区 欢迎收看 全网手发生平测评 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新品杂技 我们来制作一下这个新品杂技 首先先把阿拉丁绳子放在桌面 接着我们需要跟太阳大地 森林 垃圾桶 许愿等待30分钟 他们就会看你可怜送你一颗蛋 这个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蛋放进孵化器 孵化21天 好好爱护他 你再还舔两口呢 21天后小鸡就会破壳而出 接下来 如何成为一名建筑大师 今天要拍的是 Nest 肌腹成功 现在我们只需精心喂养小鸡90天 它就会越来越 简单的把鸡进行一个分解 鸡腿 鸡翅 鸡胸 来做个炸鸡腌料 首先采摘一点自种有机小葱 不是 这玩意真是我自己种的 我种了一周 先把小葱放在去 剪达看一下 炒出葱香味 后面也发生了 后面我们的王宫 放上大蒜 给他们炒香 炒香以后我们浇清水 我们来简单调个味 三大勺盐巴 一点味精 适量白糖 蚝油给上点 花椒酒 白胡椒 五香粉 牛汁叶 迷迭香 再放点酱油 搅拌均匀煮开 完全煮开后 浇一点白酒 关火让它自然凉透 这个水记得尝一下 因为都是适量的 不清楚它的咸度 冷藏好的料水 直接倒进机里 放冰箱冷藏腌制一夜 接着我们再按屏幕前的调料 来调一个脆皮 把鸡皮接锅粉 把鸡皮粉稍微捏在鸡身上 抓住冷藏 热锅烧油 油温160度把鸡放下去 炸好后捞出来醒5分钟 油温升高 再复炸30秒后 出锅 各位这个炸鸡是做好了 这个不是原味鸡的炸法 原味鸡它是用高压锅的 高压锅炸的话还是蛮危险的 不建议大家用 咱们来试一口 它要喝 咪哨 咪哨 哇 口口好吃 咪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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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少个环节啊 哎呀 这一次这个杂鸡啊 光一个杂鸡就制作了100家的天数吧 怎么说也算是个杂鸡Plus Max吧 这期视频啊 哎呀 大家看到我这么辛苦的份上 给我点个赞吧 如果老实说 我觉得这个做法机确实是可以的 哪怕你不用按照我这种做法 你只要用个盐水来腌鸡 盐水这种东西真的是好东西来的 特别是腌鸡 你给它泡上去它就会有一个底味 然后又会有汁就很嫩 我吃饱了 哎呀 今天这一期非常简单的杂鸡啊 就这样交给各位了 有兴趣的话 各位可以去尝试做一下 非常的好吃哦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这一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